好,大家好 市果然滾下滾下又滾穿28600點 今次就不要亂撈底撥反彈 因為今次可能真的會穿的 撥反彈的話,都要嚴守止蝕和限制自己駐馬 因為今次如果28600點穿的話 可能很快和你看到28000點都不定 甚至27600,27800點很有機會 還是快速地跌下去 所以要小心一點 明顯看到一些之前的北水愛股 今天都洗倉洗得到非常之厲害 百度上了市 股價表現就平平 又沒什麼太突出 不要想著百度的股價可以幫到一堆新經濟股 因為本身百度就不同 我們那些在炒騰訊、阿里巴巴的業務上不同 雖然大家都叫做互聯網 但是其實百度就轉去做AI為主 如果你說真的想在這些位置手衡 想搏下反彈的話 那都是找回一些傳統老土的東西 就是中移動那些 2382都是考慮一下的 就是信譽剛學的 可以搏這些位置搏下反彈 但是都是這樣說 無論你新舊經濟都好 嚴守自己的止蝕 還有止蝕位就不要放太低了 貼價一點點 寧願走了先看定形勢 才撈回頭 因為市況就越來越兇險 因為見到A股彈下彈下又跌回頭 所以我想 導致到今天的市跌 就不是那些美國債息上的 主要都是因為整個A股的形勢 都好像有些問題這樣 所以香港的北水就撤得比較快一點點了 所以接下來的股市會相當波動 要搏反彈的投資者 就要先忍一忍手 如果你說要撈底的話 就再按低一點點 搏反彈的記住 控制自己的註碼 和嚴守自己的指示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